1 2 1 2 3 过床安胎了142天 高龄40岁的女神徐若萱 本月13号终于在新加坡 顺利生下了李V宝正式升格当妈 老肖肖敬腾当时正好到新加坡开演唱会 本来想顺道去探望还没升的Vivian 没想到徐若萱紧急颇复产 让她成了重心之中第一组去探望的艺人 她还笑称真是美好的意外 老肖透露当天Vivian精神很好 由于新加坡有吃新生儿胎盘的习俗 徐若萱竟然开玩笑的要妈妈 把自己的胎盘拿回去煲汤 还热情的问老肖要不要吃 让她当场吓傻 只说下一次如果跟女神吃火锅 要注意一下小凡众人 不过新加坡是真的有这项习俗 只是担心众人不敢吃 因此Vivian打算将胎盘制作成中药 再分送给好友 夜市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导